作點 partnership decir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 Valve Channel 我是Kevin 今天要要跟大家介紹的是这一颗 Teshco Dixitotion 不知道大家是否跟我一样 对于 Tezco 这个牌子感到很陌生 一开始还以为是不是一个新的品牌 上网做了一家功课才发现 原来 Tezco 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日本乐器制造商 不仅有身材电吉他、 Bass 还有做音箱、合成器和鼓等乐器 他们的电吉他因为独特的外型 例如 Made Queen Diorate EV3T 以及特殊的设计 例如有四颗行器的 K4L 让他们在1960年代的早期受到了许多注目 后来在1967年被合合乐器收购 并且在1969年停止了吉他生产 2018年的时候 Band Lab Technologies 重新启用 Tezco 这个经典牌子 来制作电吉他效果器 他们的产品命方式非常直接 像我手上的这颗Distortion效果器 它的名字就是Distortion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商品的包装外盒或是效果器 本体的涂装都很特别 非常有质感 在刚收到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拿到什么面膜之类的产品 那效果器本体的涂装非常精致 很像那种很漂亮的日本糖果盒 旋钮部分是用这种很白的 应该是塑胶材质吧 但是完全不会让人觉得有那种塑胶的廉价感 旋钮套头套得很紧 已经变成了他的形状 不是 是不会有那种松松的感觉 转起来的阻拟感也蛮棒的 很滑顺 不会有那种沙沙感 他的使用界面也做得很前写一斗 像是Label就是输出音量 Gain就是破音的程度 Tone就是调整音量的明亮度 Princess就是调整超高频的量 那在这边有两个切坏开关 Tide跟Muscle 把Tide切到上面的话 就会做一个Low Cut 让声音变得更紧实 可以用来做出那种 比较Modern Attack 比较快速的Rhythm Guitar Tone 把Muscle切到上面的话 就会获得更多的Gain 以及染色 很适合拿来做Lit Guitar Tone 旁边的这个More 是一个类似Clean tone的功能 最多可以增加到20dB的Gain 看是要把它当作一个Clean Boost 或是推音量的Volum Boost来使用都可以 那它的正下方的这个彩钉 就是它的开关 好做完了简单的介绍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 它的声音吧 下来我们下车时订的 Data 做得更多好 进行 て下来我们下车时订的 这次赞点击 们下车时订的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 聽完剛剛的聲音示範 如果大家對這顆Distortion的音色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給我們知道 然後對這顆Tesco Distortion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台灣的代理商海國樂器做詢問 看看有哪裡可以試玩以及購買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裡是Bob channel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拍片 我們下次見 拍片 我們下次見 拍片 一些錄片